看什么 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 算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王教练 来到我们的战队 做我们接下来外战的 这个战队的主教练 还是王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个人原因 然后一些工作的事情 确实是没有办法 就是带领大家参加后面的这个比赛了 我觉得很可惜 但是没办法 也请大家理解我 那么在这里呢 就说接下来的这个训练也好 比赛也好 那么王教练会接替我的位置 我们连赛马上开始了嘛 我得我得就是跟队了 你一天都干掉了 一次都来不了了 来不了了 他们来不了真的来不了了 这咋弄啊 这这么尴尬 老王老王救下场 要不然我下岗了 你给我一下 我再不回去我下岗了 你你你把杜总叫 哈哈哈哈 哈哈 加油 对你们 你你们先加油 哈哈哈哈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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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这个节目吧 救救这个节目啊 其实当时 朱老师这一边 你接替您这边的话 其实您是不太愿意去接受的 对 因为我不太接受 是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接受了 我挺对不起的这些球员的 现在让我自己留在这的其他队员走了 我当然是心里不舒服的 再谈着 深处的这些队员的 就是 好 对 谢谢 好 对 就是说我们G战术的体系 应该用谁的体系 我希望就是 在座的我们的队员 可以像支持我那样 去支持王教练 王日鹏之导来说 我觉得他过于偏激 包括他自己的球员 也对他有意见 我觉得他对我们的了解程度 还不太够吧 我还是更希望朱总能带来 看到这些事情 自己其实也挺矛盾 挺复杂的 突然换到王日鹏来吃掉 我们还是可能 从心里看还是有一些变化 因为 毕竟我也听说王日鹏 训练这方面挺狠 就是要求也挺严格 但是也希望王日鹏能 理解一下老队员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张楠跟 嘉一 就是后面的比赛 就是不参加了 怎么说呢 那个 那个 我们两个 岁数比较大了也是 所以说我们商量的想法就是说 把我们这两个名额让出来 给更好的这些年轻球员 给他们更多地去对这种比赛和展示的机会 你怎么看 我是没有问题 我是非常就是说敬佩他们两个 是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会有两个补卫球员 这两个补卫球员就是由王教练来决定 对吗 我选择了那个李桑和李红伯 加入到我们新的队伍当中来 谢谢 谢谢 感觉可能打外战我就上不了场了吧 为什么呢 觉得王树东知道不让你上场 教练都是愿意用自己人的吗 他现在队里有四五个他自己的选手 他肯定愿意用自己人 明镜就四个人了 朱总走过之后还让败者的教练 来当追梦队的教练 而且一复活就复活六个 那让我们四个怎么活 欢迎所有我们今天追梦队的形成的这些球员 王嘉一和张楠他们也是 在上一场也是说了 把一些年轻球员的机会留给年轻球员 所以我们补了两位另外的一个球员 刘龙博和Lewisa 来 欢迎来 在接手这个队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是挺困难的 因为毕竟我们那一组是 输给你们这个朱方宇那一组了 不管最后是两分也好 三分也好 赢一分也好 你们那场比赛 是值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你们也值得这个追梦队 虽然全员晋级的这一个荣誉 这个朱也给我们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惯用的一个手发名单 杨晨 许超 李隆葛 向子龙 秦晨 你们就是下一场比赛的一个手发 因为你们值得这个手发 你们抢到了这个位置 手发五个人 还是你们原来战队的五个 这可能就是说一个教练的一个 教练的一个态度 就是让他们能够在心心上觉得 教练并不是说你过来就用其他人 还是以他们为主 我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去激发他们 让两边的球员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 这个 这两个队 两个队合在一起 有没有人愿意说话 我就是靠这个训练让你们说话 中间的人 齐晃达没有伤了 你为什么没有去提醒他 跑一跑 传一传 互相沟通去 今天我们跑完这个 还是不行的话 我们这一堂课都跑这个 我看看第一堂课下来之后 还有没有人犯错误 回到原来那个位置 因为现实情况就是 这支队伍是两个队伍融合在一起的 最应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能把这些球员融为一体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起接受惩罚 对 用这种方式去刺激咱俩 郭哥 我给你 郭哥 我给你 给我 郭哥 我给你 给我 郭哥 阿弟都传给我 那边 阿弟都给我 我先给你 我先给你 路易桑 接球 你上我 好球 喊出来 我 Gonzalez 判断了我们几个周转跑之后 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现在是一支球队了 我们要 学着跟彼此沟通 我们要像一支球队一样 那样去交流 那样去大声的喊 所以我们在被审判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沟通开始说话 后面的训练效果就好了很多 我们现在队里有16个人 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 有11个球员 所以我们在下一场比赛的时候 会有12名球员去参加比赛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有4名球员是不能参加比赛 至于怎么选出这4名球员 我想如果我一个教练 去选出这4名球员 你们心里边一定会有一些隔膜 然后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是希望选出两个老队员 一个是王晶 一个是孙鹏 他们这两个人是配得上 这12个人里边的两个位置 所以我们会从王晶和孙鹏 加上我们三个人 去选出最后4名不打的球员 两边各选出一个老队员 一个孙鹏 一个黄晶 大家一起去选出 上场球员的一个比赛 这样的话 我觉得作为中央宇球队的球员 他们会消除掉心理的一些担心 所以我希望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训练当中 我们都有一个竞争意识 每一场比赛 每一天训练 都是有一个竞争的位置 这个向子龙 你担心洪波来了 抢你的位置 没问题 在训练场上 你就干他 就像那天一样干他 把他干倒了 你就是手法 我就用你 我们所有东西都在场上 这个小谢 你担心这个东西 就像那天呢 两步远 你把球投进了 就用你打这个主持后尾 我只是看谁在场上打得好 谁在状态好 大家每个人都去抢这个位置 向子龙 跟嘉维换一下 你就在红波方面 今天你就干他 我干他呢 你就干他 我就想看你干他 紫辰 你迷糊了 揍他 干他 谁啊 周伟侯 你就迷糊了一样 我飞一个队了 你干他 你干他 ента 肥肥 科病行 多一手球 看不看见 这位好打的 我把这个红博上面队是穿蓝色球连 他们队打得好球的时候 我没有去鼓励他们 当对手打得好的时候 这个球传得很漂亮的时候 打进的时候我都吹哮了 停下来 我说对手打得好 这个从这一点中我就觉得 希望能给韦浩 红博 包括阿迪和韦浩他们一些刺激 好 好 好